昨天派核心团队成员Stephanie来派聊天室与派社区成员交流 并解答了一些社区的四个问题 那么Stephanie在聊天室有说了什么重点呢? 大家好,我叫小萱 这期影片小萱我为大家整理了两个派币新资讯 让大家知道近期派币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消息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派项目方终于在前天公告了6月的黑客马拉松拿了1万派币的得奖者 那么,第三届黑客马拉松第一个月的得奖者就是派探探1010 for派 这个派探探是一个全球派先锋互动交友社区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态的名字就轻易得知模仿的App 以及项目方为一款目前专门给中文区的交友App 那么当小轩我去浏览观察这个生态时 发现当前仍然是论坛或者部落格形式的网站 交友的互动性功能还没有看见 但如果未来能走向派的交友软体的话 小轩我本身认为会不错 但就小轩我自己使用过交友软体的经验来评判的话 我认为目前这个生态的画面实在太杂乱了 对于用户的体感来说相当差 所以个人非常希望这个生态可以去优化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派探探的生态上可以做什么呢 据小轩我所知 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态做的东西有6点 第一我们可以自由发布图文影片投票 并且还可以设置为付费可看 第二可以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多个社群圈子 把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陌生人引入到圈子里 扩大你的影响力和扩散你的魅力 而且同城的还可以实现线下互动 线下通过帕钱包进行异货 当然如果约对方出来见面的话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注意安全 第三可以关注添加每个拍先锋互相成为好友 可以进行实时聊天 并且支持发送图片影片表情包等 然后红包功能影片功能开发中 第四热门社圈 热门话题有助你轻松找到适合你的圈子 有助你找到你的缘分你的朋友乐趣无穷 第五每日签到获取积分 积分还可以进行积分抽奖 为你每天增添乐趣 第六还有更多功能还在开发中 比如说商城游戏婚恋等 这个派探探表示他们智力打造一个属于帕先锋的自由乐园 在未来的Wad3提供更多有趣的服务 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其实在派项目方公布派探探是第三届黑客马拉松的第一个月得奖者后 为这个生态带来的流量可观 还逼得项目方扩容 由于生态系统流量的增加 如果您现在打算去浏览这个生态 可能会遇到一点卡顿的情况 这是正常的现象 其实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黑客马拉松得奖者最大的价值目前来说仍然是流量 第二个消息更新 派核心团队成员Stephanie回复派社区的四个问题 昨天派核心团队成员Stephanie来派聊天室与派社区成员交流 并解答了一些社区的疑问 那如果你不知道谁是Stephanie 小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派核心团队成员的背景 首先坐在这位帅哥的旁边就是Stephanie Stephanie出生于1997年 今年26岁 他出生在温哥华的西区 居住在这里的人不仅富有 而且在社会上拥有话语权和社会地位 他不仅在温哥华的西区出生和成长 还就读于温哥华顶尖的私立学校Crafton House School 这个学校成立于1898年 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这所私立学校非常优秀和厉害 因为有许多温哥华的政要 名人以及富有的家庭都选择将孩子送到这所学校 而且进入这所学校非常困难 因此能够被录取 不仅要Stephanie本人非常优秀 还可能有一些贵族背景和优秀的基因 才能获得入学机会 除此之外 Stephanie在16岁时 她参加了本地的赛庭比赛 并一战成名 被选入加拿大国家队参加国家队比赛 并且获得了两次世界冠军 参加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可以说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 后来她就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这也恰巧是Pan Network的创始人所就读的学校 然后Stephanie进入斯坦福大学后 获得了传播专业的硕士学位 她曾代表斯坦福大学参加赛庭比赛 但由于受伤的原因 后来不再参加赛庭比赛 但是很幸运她加入了我们的Pi核心团队 她不仅仅是为核心团队工作 她还是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意味着她不仅仅是Pi的核心团队成员 还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投资 简而言之 Stephanie加入Pi的核心团队 和这个供链项目代表了主流社会 对Pi Network的认可和投资 同时也代表了优秀的名校毕业生 对这个项目的认可 并纷纷加入Pi团队共同努力 OK 那么Stephanie在Pi聊天室 与Pi友们说了什么东西或者重点呢 首先她说她负责的职位是Program Operation Lead 专案运营负责人 主要是负责内外部的黑客马拉松活动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她在Pi聊天室出现回答问题 是因为她主导了Pi Network大部分的黑客马拉松工作 那么有一位叫Mark的Pi友向Stephanie提出了一个问题 她的问题是关于Pi探探是如何获得胜利的 毕竟这个生态早就在测试生态系统上了 然后她也一直在等待想知道去年大学黑客松比赛时 到底是哪个生态项目胜利了 首先Stephanie回答第一个问题 她说虽然Pi探探已经在生态系统上了 但他们过去并没有赢得黑客松比赛 他们的作品非常强大提供了许多给Pi社群使用的功能 我们选择他们为获胜者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们不断改进应用程式 从过去的黑客松中增加功能 并改进了Pi的整合增加了实用性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作品 我们期待在未来几个月公布更多的得奖者 所以说这次Pi探探会得奖的主要原因是 他们积极并且不断在迭代更新他们的功能与内容 接着Stephanie回答Mark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关于去年大学黑客松比赛的信息 那么他说得奖者已经在2022年秋季的时候公布了 可以在Pi Network网站的部落格中找到得奖者的公告 而且很多这些学生现在仍在持续开发中 都还有努力在建构项目 那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大学黑客松比赛的信息 等下可以来参考这部影片哦 然后这位叫Mark的Pi有又问 Stephanie 我们会保留Pi2日的特殊名字字体多久呢 那么Stephanie说她不确定 从Pi2日实用性挑战得到的聊天室的名字样式 会多久才被移除 不过她会把这个问题转交给相关的团队成员 那么关于这个挑战以及奖励讯息 您可以参考这部影片哦 最后一位叫Antanjo的Pi有问 Stephanie关于Pi测试生态系统中应用程式的问题 那么她想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应用程式 在生态系统中出现 而不仅仅是测试应用程式 或尚未经过审核的应用程式 她希望能够真正的与这些应用程式互动 因为在我们打开测试生态系统上的任何生态时 就会告知用户进入后自行承担风险的应用程式 她希望知道何时才会知道哪些应用程式 或去中心化应用程式是可信的 可以真正信任 不必担心自己的Pi币遗失或无法收到产品等问题 那么Stephanie就解释了 目前在Pi Network的测试生态系统中 只有未经过审核的应用程式被列出 然而Pi核心团队上次在Pi2日时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计划在未来将列出经过审核的主网应用程式 这些应用程式需要符合更高的标准才能被列出 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和信任 所以说目前所有在测试生态系统上的生态项目 都是未被项目方所验证的 并不是一些Pi有说的都没问题 小轩我在一些影片也提醒了大家 目前测试网里所有生态都是Pi社区成员创建和运营 所有的生态都不是Pi官方创建的产品或服务 因此为了确保您的资产安全 在使用任何一个生态时 如果这些生态要你输入您的私钥时 你一定要马上举报给Pi官方知道 总之大家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私钥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保护您的私钥 那么小轩我非常推荐大家现在去看这部影片 当然Stephanie也说了 在开放式主网前后 会有一个更严格的标准程序来筛选验证的项目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